9月底出版的最新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文章 叫做《中国的时刻》 文章写道 当60周年国庆来临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威然屹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庆来临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庆来临时 新中国成立60周年盛大庆典 留给了观众深刻的印象 盛典过后的天安门广场 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 从2号到4号三天的时间 天安门广场就吸引了 460万的游客 竞相参观游览 10月2号 天安门广场在举行 新中国成立60周年 盛大庆典过后对外开放 吸引了国内外数十万游客的光临 由于参观人数众多 地铁和公交车 纷纷在天安门东和天安门西站 甩站通过 大批游客从西单和王府井下车 徒步前往天安门广场 张小姐是吉林人 在北京上大学 国庆庆典活动给了张小姐很大的触动 她第一时间带着父母来到天安门广场 今天我父母和北京来 然后我带着父母在这边转一转 感受一下国际的气氛 主要想来这看什么呢 看一下五十一间团结住 然后看一下天安门成我的固执 然后感受一下这个气氛 大家欢迎的幸福国庆的气氛 与张小姐一家人一样 对盛典之后的天安门广场 产生浓厚兴趣的还有很多人 群众游行的踩车 广场的民族团结住等 成了人们静香合影留念的场所 为了应对陡然增加的客流 北京市公安局 武警北京总队等 都对天安门地区增加了警力 以保证游客参观的安全有序 公安部门更是提醒公众 今天天安门参观的人数 有可能会超过180万 为了让公众避开高峰 所以踩车的展示时间 已经延长到了11号 当然观众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记者 到天安门广场的踩车区 去走一走 看一看 广西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地区 所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这个踩车 也是民族色彩十足 比如说我们看踩车的这个尾部 我们看踩车的这种